大家好 今天是8月23日 星期一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累计确诊147万 安省连续4天 新增超600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至2021年8月23日上午11点 安省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 新增确诊639例 魁省新增376例 安省已经连续4天 单日新增超过600例 今日新增与上周一相比 增长了113例 有了三位数的增加 7日平均新增病例580例 比上周增加了24% 比两周前增加了104% 检测阳性率增加至2.8% 根据安省卫生局统计 在今天新增的639例中 411人未接种疫苗 65人仅接种一剂 124人完整接种了两剂疫苗 另有39人接种情况不明 魁省的住院人数增加至99人 这是自7月份以来的最高纪录 其中30人为重症患者 截止至8月23日 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近147万例 累计死亡人数26,793人 1100名阿富汗人已抵达加拿大 保守党新民主党表示 根据加拿大环球新闻网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 加拿大移民部长 门迪奇诺宣布 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 迄今为止 已经有12架航班 1100多人从阿富汗撤离至加拿大 而在本月初撤离 并抵达加拿大的40个阿富汗家庭中 一名女子在抵达当日 诞下一名女婴 因此已经成为了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移民部长表示 由于阿富汗局势动荡 加拿大希望能够帮助当地人民 加拿大将接收2万名阿富汗难民 目前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 允许那些想要前往加拿大的阿富汗人 乘坐盟国的航班 反之 想要前往盟国的人 也可以登上加拿大的飞机 此外 移民部长还要求 加速处理阿富汗人 抵达加拿大之后的程序 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 让整个流程更加简单快捷 据悉 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之后 成千上万名阿富汗人涌向机场 导致机场十分混乱 居民如此慌张 是因为有传言说 英国和美国的撤离行动 将会在48小时之内结束 如果不尽快离开 可能以后都无法离开了 但事实上 该传言并不准确 却造成了空前的混乱 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中 城间上万名居民试图冲进停机坪 约20人在踩踏中丧生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从现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人们试图翻越机场的铁丝网 还有父母试图将孩子递给负责撤离的士兵 加拿大的航班在撤离过程中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8月19日 加拿大飞机抵达阿富汗之后 大量阿富汗人争先恐后地 从后入口的坡道爬进飞机腹部 造成超载 飞行员无奈只能告诉人们 飞机不能够在阿富汗加油 因此能乘坐的人数有限 最终飞机直载着175名阿富汗人 和13名外籍人士离开 加拿大的撤离工作从8月4日开始 目前已经有12架航班抵达加拿大 共计撤离1100多人 8月18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讲话中表示 加拿大正在尽全力接收阿富汗难民 但反对党认为 特鲁多做的努力似乎远远不够 保守党党领奥托尔批评特鲁多 称撤离的行动太慢了 保守党认为应该免除阿富汗人 需要申请资料的流程 先接纳难民 新民主党党领辛格也认为 自由党在接收难民的行动要慢得多 已经被盟国赶超了 他认为申请撤离的过程非常繁琐 辛格质疑特鲁多 是不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大悬上 才会导致撤离速度如此缓慢 以色列数据表明 第三针保护力比两针高出4倍 根据CTV报道 8月22日 以色列卫生部公布了接种第三针疫苗之后的调查结果 与接种两针的人相比 接种第三针之后 60岁以上及高危人群的感染率和重症率均大幅降低 据悉 以色列是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从6月份开始 因变种病毒影响 该国人均感染率大幅增加 以色列政府宣布 从7月30日开始 对60岁以上 以及免疫力有缺陷的人群 开放接种第三针 随后又将接种第三针的年龄限制降至40岁 迄今为止 以色列930万国民中 已经有近150万人接种了第三针 各国卫生组织也对以色列广泛接种第三针之后的数据十分关注 在对60岁以上人群接种后的观察数据来看 接种第三针之后 10天之内提供的感染保护力 是接种两针的4倍 10天之后的感染保护力 甚至可以达到5到6倍 接种者的住院率和重症率都大幅减少 具体数据显示 统计了已接种第三针疫苗的110万人 其中 接种7天之后 仍然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 为2790人 占比0.2% 只有187人住院 占比0.01% 88人出现严重症状 占比0.008% 以色列的数据表明 接种第三针在防止感染和重症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以色列总理 贝内特公开呼吁 称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如果民众接种第三针 就可以避免第四轮封城 此前 美国已宣布 由于疫苗保护效力减弱 计划从下个月开始 向所有美国人提供第三针 而加拿大 法国 德国 也已经宣布了第三针的计划 太猖狂 在那大华人 豪宅遭盗贼 开车撞门 就在前不久 施加堡有多户居民反映 自家车就停在门口 但还是被盗车贼 轻而易举地将车开走 这也让不少居民为治安感到担忧 然而 就在最近 甚至有小偷更加猖狂 直接明目张胆地开着皮卡 用车试图将豪宅的门撞开 根据列治文新闻网8月17日报道 家住在列治文的华人女子 奢女士报警称 在凌晨5点钟左右 她和家人正在独立屋的二楼睡觉 这时 奢女士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 奢女士表示 她听到了巨大的撞击声 但她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噩梦 直到第二次听到撞击声 此时奢女士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起身下楼 这时 她看到一辆巨大的黑色皮卡 就停在自家门口 奢女士表示 此时她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将家里所有的灯 和走廊外面的灯全部打开 这辆皮卡看到家里灯亮了 就立刻离开了 奢女士打开了门口摄像头的录像 结果发现 在凌晨时 这辆黑色皮卡缓缓地开到她家门前 然后猛踩油门 向着奢女士的家门撞去 奢女士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伙人是想用车把门撞开 然后再进行入室盗窃 从监控录像中 奢女士还发现 这伙人一共有三人 她认为之所以会被盯上 是因为她家的门前 停放了一辆没有车牌的汽车 再加上花坛太久没有打理 看起来杂草丛生 想会让盗贼认为家中无人居住 奢女士检查了自家被撞的大门 发现门框的一角已经裂开 如果当时没有及时开灯吓跑盗贼 可能大门就被彻底地撞开了 更让奢女士感到害怕的是 她在列治文居住了13年 一直都很安全 因此家中通往车道的门 有时都会整夜开着 但经历过这件事之后 奢女士一家警惕了起来 看来社区内的治安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为了提醒邻居 奢女士向社区内的100户家庭 发送信件告知此事 奢女士希望邻里之间 能够作为一个群体 互相保护 互相照顾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